我國中拿到那個身份證的時候 其實是有身份證的 只是後面戶籍寫戶證事務所 對 然後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可能是我們 躲在過程不斷搬家的時候 那我戶籍就被丟 丟回戶證事務所了 對 然後 我原本也就拿著 就一直用喔 用到差不多 大家記得十幾二十年前 有一個換新身份證 換新式的身份證 對 然後戶證事務所的人跟我講說 一定要有戶籍 才能夠拿到新的身份證 好死不死 我那時候沒十八歲 才快要十八 那如果我要調戶籍 我一定要監護人來 可是我也聯絡不到我媽媽了 為什麼 我想先問袁飛 你從小跟現在差很多 聽說是個小胖妹 而且爸爸會對你 有一些怪怪的舉動 對 因為我小時候就很胖 那我爸在跟我玩的時候 我有印象 他在跟我玩的時候 我那時候可能三四歲開始 就一路他只要跟我玩 他就會把我夾在雙腿中間 然後就騎著我 然後就把手抓在我胸部上 就三四歲 一直揉我 對 天啊 我那時候其實以為 他一定很喜歡我 可能因為他不會跟我姐姐 或弟弟這樣子玩 他只跟我這樣玩 所以大家都以為 他一定是特別疼我 連我都以為 我一直是到二十幾塊三十 做了很久的八大行業之後 突然有一天想到這樣一回事 就覺得 是不是哪裡怪怪的 對 其實一開始 真的沒有意識到 太小了 後來才意識到爸爸 對你做了不禮貌的舉動 對 但其實他是不是還愛我 像爸爸一樣那樣的愛我 其實我也不是很有把握 因為我真的想不起來 我們還有沒有別的互動 幾乎沒有 後來你是面對家裡的 一些狀況的改變 還有黑道來討債 其實我從大概七八歲 我有印象的時候開始 我們家就陸陸續續 有人打電話來 要找我父母 其實仔細想應該是要錢 要催債 可是我父母明明在家 但他們會說你去接 然後要是說來找爸媽 就都說不在 要是又問說那你爸媽去哪裡 你就說我不知道啊 我好幾天沒有看見他們了 對 沒有人會去逼問一個小孩子 甚至一直到 我媽就把我推出去 那時候我高中 然後我就只好一個人拎著菜刀 拎菜刀 跟他對砍嗎 對 我只好拎著菜刀 然後隔著鐵門跟他們好幾個四五個 逃菜集團的男生在那邊叫囂 大家一起對罵這樣子 天啊 但其實我媽就在門的後面 把女兒推出去 對 那怎麼不推其他的兄弟姐妹 怎麼推你啊 對啊 因為那時候 我姐姐已經為了家庭出去打工了 我爸已經走了 那個走了不是過世了 我爸那時候丟下一句就是 就算你們全家死光 我都不會回來 我覺得他可能也是受不了 我媽媽的勒索 就覺得說他 我媽媽一直認為 我爸什麼都不做也沒關係 但他要拿錢回家 拿錢回家 他跟我爸之間的對話 就是拿錢 什麼都不做 然後拿錢回家 這句話有什麼意思 就是他可以不要養小孩 然後不要跟你跟媽媽 有夫妻之間的互動 他回來就是睡覺 OK 不管他在外面 做了什麼都無所謂 但他一定要拿錢回家 只要拿錢回家就對了 對 那終於我爸 也受不了這種 就是勒索跟付出的要求了 可能他之後一氣之下就說 就算你們全家死光 我也不會回來 就把財產跟公司資產 全部都捲到大陸 去當胎流了 對啊 你後來發起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你沒有身份證 對 怎麼會沒有身份證 因為我國中拿到那個身份證的時候 其實是有身份證的 只是後面戶籍寫戶證事務所 對 然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可能是我們躲在過程 不斷搬家的時候 那我戶籍就被丟 丟回戶證事務所了 對 然後我原本也就拿著就一直用喔 用到差不多 大家記得十幾二十年前 有一個換新身份證 是的 換新式的 對 然後護證事務所的人 跟我講說 一定要有戶籍 才能夠拿到新的身份證 好死不死 我那時候沒十八歲 才快要十八 那如果我要調戶籍 我一定要監護人來 可是我也聯絡不到我媽媽了 為什麼 你不是都跟媽媽在一起 沒有 我們躲在 躲到我媽不見了 躲到妳媽不見了 對 媽媽一直到高中 我高中左右就開始 他可能不適應工作 自己一個人面對社會 不適應當職業婦女 那時候卡債很流行 現金卡很流行 他完全是靠現金卡 在養小孩的 我看很多人都這樣刷 然後那個有沒有一個 前舊學生 對 所以他應該是以卡養卡 以債養債的方式 對 那我其實沒成年 我對他的狀況 狀況不了解 包括戶籍 我那時候真的是一個 十七歲的女生 就坐在戶政事務所 然後六七個 對 六七個 那時候你知道 那時候的行政也都很囂張 因為沒有網路公審 沒有投訴的管道 所以六七個戶政事務所的人 就圍著我說 我們民國八十幾年的時候 就已經跟妳說 妳要換戶籍什麼的 我才國中啊 對 然後他說不管啊 那妳家有問題 是不是 聯絡不到監護人 是不是 那妳要不要請社工來 我們請社工來 幫妳解決問題 我不管嘛 但我一直到 忍耐到滿十八歲 我才去重新申請身分證 那個手續之繁雜 讓我意識到 原來我在這之前 一直都是幽靈人口 但妳那時候收復來源是什麼 爸爸媽媽都不在了 誰養妳啊 其實這個是我跟我媽心結 很大的一塊 因為我覺得 我其實一直都在 幫我媽媽找理由 我覺得她太可憐了 又失婚 又有三個小孩 然後可能也不適應工作 我覺得錢沒有關係 我自己賺 對 我當時真的是連打 一天 一個禮拜連打四份工 早餐店 小吃店 晚上再去煎家教 然後假日再去煎 細飯的工讀生 什麼都做 對 可是就因為她的身分證 沒有給我 當時基本時薪九十五塊 我的時薪是六十塊 我只能打一心 因為沒有身分證的關係 對啊 沒辦法給她合法的薪水 對 就是 沒辦法報 所以妳對媽媽最後心死的原因 是什麼事情 她一輩子都在想要一棟房子 屬於自己的房子 屬於自己的資產 然後每天她小時候 她每天都跟我講 媽媽以後一定會去 放一個大款 找一個又老又有錢 快死掉的男人 然後買房子給我們 對 然後我其實做八大行業 除了還債 賺錢以外 我有一個很大的心願 就是想要買一棟房子 給她 一旦她房子到手了 我就在裡面自殺 因為我想要讓她知道 妳重要的東西只能有一個 可以是 不是男人給的 是我給的 但是我要拿妳 一個重要的東西來換 對 妳那時候內心 有很強烈的怨念 對 可是直到 直到有一次 我媽又跟我來要錢 因為我那時候做八大行業 收入還不錯 有一個月我手頭比較緊 畢竟我們收入不是那麼穩定 對 然後她又說 我就說我這個月沒有辦法給妳錢 她說 怎麼沒辦法 你們那一種 你該不會是被人家騙吧 你們那種圈子能有什麼好人 你要記得你保險受益人 要寫我耶 天啊 然後我就突然意識到 我要是掛了 好像對她來說不是懲罰耶 對啊 她好像會很開心 如果你留一棟房子給她 妳再掛的話 如果沒有房子妳就掛 她可能會有點難過 對 但是她可能還是會問說 那這樣可以拿到保險金嗎 我突然覺醒了 我覺得 我發現我人生 一直在幫她找理由 幫她找藉口 我在那時候突然覺得 我要開始為自己而活了 那妳怎麼讓媽媽知道 妳做這一個比較跟一般人 不太一樣的行業 妳那時候怎麼告訴她的 其實我完全沒有提過 具體的 是 對 但她自己勉強 她自己猜就猜得到 她一定會問說 那妳現在做什麼 對 然後我跟她說 我現在晚上在上班 晚上在上班 女兒晚上在上班 或者是女兒的 她有追我的那個平台 社交平台 她可能就看到 我可能PO一些 比較低胸的照片 她就有反對嗎 她有 她會跟我 她直接跟我講說 妳不要PO那一些 不三不四的照片 我在親戚之間還要做人 對 那那時候妳覺得 媽媽連跟你要錢 都非常的不用心 為什麼會這樣想 這件事上個月才發生 她跟我 我有一個姐姐 然後她上個月 跟我姐要錢說 媽媽現在氣喘很嚴重 然後但是我有健保 欠費八千沒有繳 這樣我不能住院 妳先會八千來給我 她跟我姐講 我姐去查 欠費是八百塊 但我媽暴怒 她沒有辦法忍受 我在指責她說謊 對 然後她說 妳怎麼可以說我說謊 我不是這種人 怎樣怎樣 但妳要給我兩萬 然後她可能會說 她可能會說自己三天沒飯吃 我說妳三天沒有飯吃 妳的收入來源是什麼 如果你不跟我們拿錢 難道妳就沒有錢花了嗎 她說我在大樓當清潔員 我說哪個大樓 哪個承包商 哪個廠商 我去看 然後她下一秒就改了 我在地攤 所以她一個人住是不是 她自己一個人生活 對 她一個人生活 然後她就又改了 下一秒她就說 沒有啦 我在地攤擺攤 哪個地攤 對 我就說哪個地攤 我去看哪個夜市 她就說妳不要跟我廢話 這麼多 又變電商了 對 錢要不要給我 直接就是勒索 然後大哭 她在這邊沒有聽到 我說過一句好話 我也是很直接 我就直接 我說 乞丐跟我要兩個銅板 是她跟我說好話 我給妳兩萬 我還得跟妳說好話 之類的 對 我就覺得 我已經是覺得累了 妳覺得妳一直被媽媽勤了 對 不過妳這樣一直面對 媽媽一直說謊 裝可憐 然後被迫沒有童年 被迫要長大 妳覺得會對妳心理 造成影響嗎 我覺得會也多多少少 比如我不敢對婚姻跟自己生小孩 到了我這個年紀 但我不敢對這件事情 抱有任何期待 對 我擔心我沒有辦法 我小時候被這樣子對待長大 那我應該沒有辦法 好好的教養一個小孩子 好 沒有家人的幫助 這個也沒有任何的這個關心 後來是外面的人幫助妳完成大學 其實我大二的時候本來想要退學了 因為好不容易考上了一個學校 但是我念不起 我那時候四份打工 一個月加起來 月收入只有一萬多塊 根本 然後又沒有身份證 對啊 根本貸款什麼的都辦不起來 而且我爸捐款潛逃之後 公司還有一個殼 壓在我爸的名字下面 我什麼社會輔助都辦不到 所以我原本要退學 結果是我一個學姐 她把她整個暑假打工的收入 都拿來給我繳學費了 對 然後我就覺得 如果我離開了學校 我一定就是去工作賺錢了 不會再回來了 那這樣子學姐跟那時候系主任 大家都在幫我找工作 然後我餓了請我吃飯 甚至我沒有健保卡的時候 推薦我密醫之類 就是他們都在盡他們力量幫助我 如果我退學了 我就對不起他們 我就覺得我無論如何 要咬牙唸完 甚至我現在開始做自媒體 也是為了讓大家知道說 從那之後 大家對我的幫助 我都是記得的 我希望我成長給他們看 讓他們覺得 他們沒有白幫我這樣子 我聽起來我覺得 他對媽媽還是有相當 雖然嘴巴聽起來好像很怨對 很覺得你不要來煩我 可是我感覺他很牽掛 因為你看包括 你沒有身分證的時候 沒有健保卡看病的時候 他人在哪裡 我聽到是沒有媽媽這個角色 但是等到現在 我剛剛聽到了 他打電話跟妳講 沒多久錢 我還要兩萬 我還要背清 其實我覺得 你還會接他電話 我覺得換作很多人是 真的連電話都不會想接的 都會斷絕的 他根本不知道電話 對 我就覺得 就是代表你是牽掛的 怎麼講 站在一個 就算是一個陌生的老婦人 我看到他這樣 我也會擔心他 以後會孤獨終老這樣子 所以我前陣子 還幫我媽介紹了社工 但他老人家要面子 就把社工趕回去 對 我害怕他孤獨終老 最後誰也不會陪在他身邊 然後他要一個人 面對貧窮跟孤獨 對 我們試著努力過了 但幫不了就算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緣飛很棒 因為他心裡頭 對媽媽還是有那份愛 跟憐憫之心 能幫你還是會願意繼續幫 我們有很多獨家的好看網路影片 只在這個頻道獨家播放喔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 接受歡迎的命理大師 現在都在 命運好好玩 開運服務 包含 神準算命 開運商品 開運密法 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